多時某中醫師在有人介紹下,請來一間裝修公司對住所進行裝修。 但由於雙方並沒有簽署正式合約,工程進行中途出現了加價及現供的爭執。 原本應該在本月初完成的工程只做到一半。 而是認為自己受騙,向警方報案稱受欺詐, 但警方認為這是商業糾紛而不予受理。 安產消費者服務廳新聞發言人辣布朗表示, 涉及這麼大金額的工程,事主應該致電消費者保護處向他們諮詢並投訴。 而律師曾啟榮指出,如果白紙黑字感以合約形式規範雙方的行為, 逐條逐條地商討就可以迫使雙方仔細考慮可否達到對方的要求。